店家的東西都擺在一起布置在一起 你看有的店家是像烘焙坊 他有沒有專門製作這種吸點 麵包你看我手上這些 有專門製作 製作麵包的東西 烘焙坊 有沒有有烘焙坊 這樣子 好 另外呢他們還有就是製作餅乾的地方 比如說他們會有小咖啡店啊 或者是一些什麼茶餐廳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飲料啊 什麼的 然後還有蛋糕 大家可以看到 超精美的啊 這些蛋糕 有沒有 斜的給大家看 希望不會滑下去 這個很精美啊 而且非常漂亮 非常的美味 這些東西都是我跟我姐姐昨天 因為我們想說 我們希望拿來的時候啊 能夠就是把他們完成的呈現 所以我跟我姐姐昨天 好一人就是看著那本書 看著上面的景點 然後店家的地址 看好之後 我姐姐跑兩家 我跑兩家 然後去收集到的 那這些東西大家可以發現 他們其實說貴也不貴 就是一般咖啡店的一些正常的價錢 那我們買了這麼多東西 加起來也才不到一千塊而已 所以其實還滿方便的 而且這些東西其實還滿精緻的 你看 聖誕節的東西 就是很硬結的東西 有沒有 小小的薑餅屋 它還有很可愛的地方喔 然後就是它有賣薑餅屋的素材 你可以在聖誕派對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玩 就是來比賽做一些布置這樣 看誰做的薑餅屋最可愛 然後這是它小小薑餅屋 你看這平常薑餅在外面賣 可能就不便宜了 像這些小蛋糕一個可能就 可能就要七八十塊啊 或什麼的 他們的價格其實比他們還低 但是卻又非常的漂亮 那還有很多很可愛的手工餅乾 那也都非常的美味 你看 這上面都還有印有他們的笑臉 拿起來吃吃看 好幸福 溫馨的感覺喔 很香 欸 這不是在拍廣告好不好 我沒有說廣告費我自己買了 真的好好吃喔 好香喔 抹茶的味道 然後還有這個 我剛剛一直看到就想吃這個 可是為了擺盤 所以我還是就先沒有吃 拿這個給大家看 上面有小杏的 又香又酥又好吃 真的好好吃喔 抹茶抹茶的味道 嗯 超好吃 待會工作人員可以下來 趕快把它解決掉 太好吃了 因為很多很可愛的小餐點 小吃一點餅乾 那還可以在Party的時候做一些裝飾 然後用一些小餐點可以吃 增添一些Party的樂趣 現在啊 其實除了就是聖誕趴之外 其實現在很多公司都會辦委啊 可能自己小公司或者是一些員工 他們就會辦一些聚餐聚會 這些其實都還蠻實用的 你看喔 他們還有這個 很可愛的聖誕禮盒 像這樣聖誕禮盒你交換禮物的時候買去 其實也還蠻實用 蠻可愛 或者是送禮的時候還蠻可愛 我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啊 擺在外面 那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這個你平常買個這樣子的小禮物 小餐盒要多少錢 兩三百塊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還蠻更經濟實惠 你看 很可愛 然後裡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小東西 在這裡 你看 有很多聖誕節的東西 一包一包的小糖果 哇 超可愛的 拿起來當裝飾 這些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用 平常大人在家裡辦就是烘趴 烘趴進行好像不太健康 沒有 很健康 聖誕趴 聖誕趴 有沒有 都是非常可愛的小餐點 大家可以拿來吃 那又都充滿了滿滿的聖誕節氣氛 那裡面還有更多那個糖果 只是我把它拿出來做其他的裝飾 它原本還有更多的 然後還有像剛才我說的這些 你看擺起來就整個很漂亮了 有沒有 就是很精緻 你不需要再去傷腦筋 而且好好吃喔 欸 真的跟外面說的一樣欸 他們沒有偷工減料 整個好香甜好好吃喔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就是動一些腦筋 那當然大家如果是抱持著 就是發揮愛心的心態很好 但我覺得大家可以就是 找更有效率的方法 做更有效率的事情 那很快速的幫家裡打掃乾淨 很快速的幫你準備好 各式各樣的餐點 而且都超專業的 吃得也很安心 很放心 而且啊 愛 剛才有說過 他們有洗車服 對不對 愛車不怕見人 超有面子的 就開著去在你的女伴兒的時候 就超快速的 那另外要跟大家說 他們店家 我姐姐昨天去不知道是 因為假日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姐姐去的那幾家店 他們都是禮拜日假日 好像四五點就關了 可是我 我去的那一家還好 那一家開的比較晚一點點 那 嗯 大家如果想要去就是 想要知道一些相關訊息的話 我會把它PO在我們的部落格 就是我們節目的部落格 已經新成立不到一個月 所以希望大家多去那邊走動 大家可以去那一邊 就是走動走動 然後就是幫你的 呃 聖誕Party的時候啊 辦聖誕Party 或是辦一些聚會的時候 更快速把你的小窩 變得更漂亮 可以見人之外呢 也準備好很多餐點囉 好的 下次再介紹好的東西給大家 下次見 掰掰 掰掰